原标习记结婚之后,赵丽颖再次官宣新喜讯粉丝。 最完美的圣诞礼,今年对于赵丽颖来说,绝对是意义非凡的一年,因为她在这一年,终于遇到了自己是白马王子冯绍峰,两人几个月前官宣结婚的时候。 真的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,直接把微博的网络就给弄崩溃了。 可见赵丽颖的人气真的非同一般,而网上,关于她怀孕的传闻更是传得沸沸凉凉。 虽然两人并未回应,但是大家也都很期待两人能早日迎来他们的爱情结晶。 除了收获了自己的爱情之外,赵丽颖的事业也是更上一层楼今年一年。 虽然她一直都在休息鲜少露面,但当了老板的她,真的是非常尽心尽力凭着一步。 你和我的清诚时光,把自己膝下的艺人金汉,一下子就捧红了人气爆棚,成为了现在最具发展前途的小生之一。 不得不说,赵丽颖这个老板当的,真的很趁势了转眼间2018年,就只剩下十天了,马上就要迎来2019了。 在这年末期间,赵丽颖再继官宣结婚之后,又公布了一个好消息。 那就是她主演的古装剧之后,终于定到了这部由赵丽颖和冯绍峰主演的电视剧,一直被外界当作两人的定情之作。 虽然导演表示,两人在拍戏之前就在一起了,但也丝毫不能影响大家对这部戏的期待,而目前之后也晒出了两张片花。 剧中的赵丽颖扮相甜美,十分动人和冯绍峰的表现,也非常甜蜜,再加上今年爆红的朱一龙的加盟,更是让这部剧又多了很多的关注度,而且这部剧的还选在了12月25号播出。 所以,粉丝们纷纷表示,这是当作送我们的圣诞礼物了吗?不得不说,这礼物真的很完美的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